《智慧》 《智慧》这个字 在希腊的哲学里面很重要 所以希腊文的哲学 就是智慧的爱好 Philosopher Philosophia Sophia的意思就是智慧 Philo的意思就是我爱 我爱智慧 所以希腊人把智慧 放在整个人的文化中间 最顶峰最重要的一个元素里面 一个人是一个正人精子 第一不是看他身材多高大 不是看他在多少学校度数 看他做人有多大的智慧 智慧是最重要的最高的元素 再有其他的三样香水而来的 就是你要做一个公义的人 你要做一个勇敢的人 你要做一个劫持的人 有智慧而没有公义 那你还不是正人精子 有公义而没有勇敢 你是很自私的人 有勇敢而没有劫持 你是个野蛮的人 所以智慧公义勇敢 这次的接连 就是希腊文化中间 这种人被称为正人君子 真是有教养 有文化的一个伟大的人 但是希腊人从来没有想象到 这个智慧跟神的关系是什么 希腊人从来没有想象到 这个智慧跟对差遣的基督的关系 又是什么 在圣经里面就完全超越了 希腊人所讲的智慧观 超越了希腊人所讲的 智慧的原则的问题 所以希腊的圣经 虽然没有像旧约那样 讲了很多智慧的问题 至少希腊的圣经 把智慧跟基督连在一起 所以到了特徒良的时候 特利亚乌斯这个教父 他就提到了真正爱智慧的人 也就是爱基督的人 而希腊人因为基督没有到世界上来 他们不明白 他们所追求的智慧 原来就是以后道成肉身的上帝 他们因为不明白 所以他们在黑暗中间目准 亲爱的弟兄姊妹 智慧在哪里呢 智慧就是在耶稣基督的生命 在耶稣基督的生活 在耶稣基督的原理 在耶稣基督的行为 在耶稣的侍奉中间 毫无保留的彰显出来的 你们中间 若有人缺乏智慧 你们就应当向上帝求 他是厚制一人 却不彻责的上帝 他是厚制一人 厚制到一个地步 把耶稣赐下来 而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 他不是以这个 这人为他的教导中心 他是以启发人 为他的教导中心 他所谓的准理 还没有认为 一人为他 此人为他